110学年度学科能力测验第二天进行的考课是数学 国写与自然 学生表示数学的难度高 连程度好的都感到作答不容易 国写作文的部分从生活经验感受出发难易度适中 大学学测第二天 23号上午考的是数学 下午则是国文写作和自然 全国33个考区在3219个市场举行 上午数学考完之后 学测主办单位 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表示 思考升级的老师们一直认为 今年的数学主重在推理论证 概念要够清楚 很有鉴别度 测验学生对数学跟空间图形的掌握度 那以表格内容的判断取代传统的数据分析跟统计 那把重点放在几率跟组合 平面几何跟空间几何 那综合来说是一个有鉴别度的试卷 下午第二科考的是国文写作测验 今年考题是 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 让学生从生活经验出发 连接情感的描写 写作测验则是让学生从两部电影去分析 删掉不愉快的记忆就能幸福吗 最后的目标都是指向幸福人生 两道题目呢 一则谈删除记忆 一则想象自己有一座新的冰箱 看起来似乎是不相干的题目 但最后目标都指向能够更接近幸福人生 学生子表示 数学难度很高 这次要拿高分恐怕不容易 作文提议清楚 有足够丰富的生活经验就能发挥 大考中心表示 今年学测总共有12万8千多人报考 比去年减少4800多人 缺考率比去年微幅上扬 今年也是102年上路的九九课纲 最后一届的学测 考生普遍反映英文 数学 国文及社会都偏难 试体灵活度高 也让学习成效的鉴别度更明显 记者黄雄 彭幻群求富财 台中台北综合报道